道路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五国峰会领导人会议发表谈话 23号在领导人会议上侃侃而谈 作为重要大咖前一天的工商论坛却不见习近平身影 随后举行的领袖晚宴习近平又再度露脸 行踪引发异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曝出的照片更是耐人寻味 文中说习近平在论坛上发表谈话 实际上当时代表发言的是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 习近平亲自配音金砖五国的宣传片 重视不在话下 很多国家认为习近平缺席论坛不对劲 CNN文章标题更说极其不寻常 到底习近平去哪了 华盛顿智库研究员贺博然认为这非常奇怪 美国印太专案主任葛莱怡发问是否有什么不对劲 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研究员纳德基罗兰 标注热搜话题是习近平在哪里 还跟总统先生一道按下了北汽南非工厂生产线的启动按钮 相较各国议论纷纷 央视新闻按照既定模式 大约18分钟的篇幅 头条报道习近平22号上午和南非总统拉玛佛沙会谈 且被授予南非勋章 习近平连两天行踪捉摸不定 中国官方不解释 尽管国际舆论揣测 然而在重大会议无端消失 现在也留下一大堆谜团 东森新闻大陆中心综合报道